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又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迷信小故事 而我們圍繞的主題就是關於動物傳心師 在大約五年前這件事剛興起的時候 我找過兩個台灣動物傳心師 去跟我家兩隻小動物溝通一下 然後這次小吉病了 作為一個緊張主人 我是很無助、很無方向感 所以我也找了兩個香港的動物傳心師 去幫助我和小吉溝通一下 我們現在開始說故事吧 正如我剛才所說 曾經我找過兩個台灣的動物傳心師 一個在Skype那邊的對話是找不回 但另一個在Facebook的 我是找得回所有的對話記錄 原來就是因為Chopper不喜歡吃狗糧 很想知道他究竟在想什麼、有什麼原因 所以就找了這個動物傳心師 無論在香港也好、台灣也好 動物傳心師也要主人給寵物的正面照 眼神要對著鏡頭 讓他們可以做到一些靈魂上的溝通 你看Chopper的樣子 和小吉那時候多瘦 當時問問題 我是問關於Chopper的 所以動物傳心師就想和Chopper先 connect 但他說他瞄到小吉之後 小吉就說是我先來的 所以他就先和小吉聊天了 小吉就投訴我們的專注力 由他那裡轉移去Chopper那裡 幸好Chopper的個性很好 小吉可以罵他 而Chopper也可以避開 這件事其實就應該不准的 因為從來只有Chopper罵小吉 小吉是一直都養著Chopper的 然後他就說看不到家裡有多少成員 或者問我們是不是最近在家裡搬出來有什麼變動 其實也沒有 然後他就和我討論關於貓沙盤 說在房間裡面 靠在櫃旁邊 是一個紅色的貓沙盤 但是其實小吉的貓沙盤 一直都在廚房 在垃圾桶旁邊 以及是紫色的 我拍照給他看 他就說他紫的櫃應該是垃圾桶 那我們就繼續轉題 他說他喜歡吃魚肝 但是小吉從來都不喜歡吃魚 然後說煮好了肉 小吉都不太喜歡 然後他就問關於Chopper的碗 是不是單色的 這個就是當時Chopper的飯碗 是藍色和白色的 他說Chopper覺得如果他不吃 遲些就會有其他東西吃 然後他就跟他溝通一下 說如果我放一些在地上跟他玩 他會不會吃 這個方法我是試過 也是不合理的 大約就是這樣完結了這個對話 我想大家聽完以上的對話 跟我當時的反應是一樣的 都是呆了 好像沒什麼溝通過 無靈兩可 要解決的問題解決不了 唉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理他 自己用不同的方法 不停煮不同的糧 最後就找到原來Chopper只要加少許罐頭 他就可以完成他全部的餐 早餐也好 晚餐也好 10秒就清兜 直至到現在 都是這樣的 然後為什麼會找第二個 台灣動物傳心師 其實應該都是在2017年的時間 Chopper的童年是令我很沮喪 他亂去廁所的程度就是 曾經我們出去吃飯 然後他在家去便便 踩到全屋都一樣 然後我們教過 獎勵又獎勵過 說是又說過 然後陪他等到廁所的時間 又試過 真的崩潰過 沮喪過 哭過 到最後是放棄的 那時候我覺得很慘 又不知怎麼辦 就想著 不如找多一個動物傳心師 跟他溝通一下 沒有紀錄 但我只記得 他說過 Chopper是一個很得戚 很威風的小狗 他覺得沒問題 所以 他是 再用一些書上 網上的方法 教我怎樣教Chopper去廁所 總之 他那個經歷 聊天的經歷 跟剛才差不多 都是覺得他沒有說到一件事 令到我覺得 哎呀他真的這樣了 哎呀 沒錯 這個就是我的小狗 是沒有這種感覺的 而Chopper怎樣 最後是成功 現在很乖地去廁所呢 就是有一天 他好像靈魂開竅一樣 突然間 他在一個刺板那裡 去完廁所 問我拿獎勵 那我獎勵完他之後 但一向都有這樣做的 他就從此很乖 就一直都是刺板到去廁所 而且在家裡好像表演一樣 無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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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次的經驗 就令到我覺得 其實動物傳心師 好像 不太準確 又好像有一點 聽完 沒有太大的概念 又不是很清楚 那隻狗仔 那隻貓仔 他們想什麼 所以我就沒有再找到 這段時間 而這麼多年過去之後 就是因為小吉這次病了 我就想起 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就是這個動物傳心師 我就很想知道 究竟小吉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那時候他做完手術 究竟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所以我就拜託了我的朋友 找這位動物傳心師 去跟小吉溝通一下 那我跟這個朋友溝通的時候 他就說了兩大重點給我的 第一 他就問我醫生 有沒有跟他檢查過 口、牙、喉嚨 他覺得喉嚨和喉嚨的部位 不太舒服 有些東西卡住了他 那我就很誠實 就跟醫生說 我有個不太科學的故事 想跟你分享一下 就說了我們的對話 就問他 如果以你專業的意見 是不是可以嘗試 這個喉嚨的方向 嘗試檢查一下 究竟關不關事 令到他不吃東西 那醫生就跟我說 因為他做手術的時候插喉 所以他又順便檢查喉嚨 是沒事的 但是呢 我問之後 一些護士的朋友 做手術如果插過喉 他真的第二天的時候 喉嚨會很不舒服 還有有東西卡住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重點 就是關於我問他 小吉有什麼是令他胃口好一點 我有什麼可以帶去醫院給他 就給了家裡不同的東西去選擇 拍照給他看 他說全部都不是 他說是一樣很久沒吃過的東西 脆脆地 好像蘋果一樣 但是其實小吉從來都不吃蘋果 是初排會吃蘋果 然後給小吉他不管 所以我就排除了蘋果這個可能性 但是從他說很久沒吃過 和脆脆地 我就想到一樣零食 就真的很久沒買過給小吉 我買了這東西之後 小吉真的手術之後 就是第一樣 也是唯一一樣 肯放進口裡的東西 是不是覺得有點毛管凍 我當時也是覺得 為什麼這麼神奇 因為都是憑他這些clues 令到我想到 這些零食 令到小吉終於慢慢肯吃東西 對了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那天說完之後 是聖誕節 所以我也沒有打擾他 但是我心情依然很忐忌 很無助 我就不停地上網找一些貓的開肚手術 一些手術後的照顧 一些貓不吃東西的不同的資訊 我本身是沒有打算再找另一個動物傳心師 但是我看到他有一件事叫做靈物治療術 和一個治療術魔法陣 就說是可以協助身體或者情緒有問題的動物去舒緩痛苦 重點就是他說第一次是免費試用 因為那時候小吉已經做完手術 也用了很多很多的錢 我就不想再給錢出去 去問一些我不清楚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幫助的東西 所以看到這個免費一次試用的時候 我就有點心動 我就找了這一位的動物傳心師 這一位的動物傳心師他非常好人 我真的很感謝他 就是他很快很快地回覆了我 本身就說約時間是約第二天 還是再之後那天的晚上 但是因為我跟他說完整個情況之後 他就可能知道我個人真的很不開心 之後很心急 以及小吉的情況可能很差 他就立刻幫助我和小吉溝通 但是他就說那個免費試用 不是我給他一張照片 他就可以立刻做到這件事 他也是要和他溝通過 然後就問我有什麼問題 就要問小吉了 其實我當時已經沒有什麼想問小吉了 已經無助到我想不到任何一條問題去問他 之後他就跟我說 他除了要小吉的照片之外 還要我的自拍 我就發了一張化妝給他 他就說不是這個樣子 是要你平時在家裡對著他的樣子 我就很無奈 發了我的素顏給他 給他看了我的素顏之後 他立刻就問我 小吉是否曾經吐過小小的水 他說小吉跟他說腸胃不太舒服 頂住想吐 其實我就沒有跟他說過小吉吐過 所以我就馬上傳給他看 就告訴他他吐過什麼 然後最神奇就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叫我多點跟小吉聊天 然後看著他說 你有什麼不舒服呢 你就跟姐姐說 有什麼你想腎的話就跟我腎 其實小吉一向在家裡都不會怎樣叫 除了他想吃東西的時候 才會問我們拿東西吃 才會電郵 其他時間小吉是安靜的 但是呢 當時我真的嘗試他這樣跟小吉說 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很痛啊 你是不是很不舒服啊 你跟姐姐聊聊的時候 他竟然有很多東西說 是說了很多東西 我這麼多年來 八年跟小吉說的東西 都不及那時候那麼多 然後第二件事令我覺得很神奇 真的去到無管動的狀態 就是關於治療術 他跟我說 他是幫助小吉做身體檢查 他一直摸著哪裡 覺得他哪裡哪裡不舒服 有哪個位置 他覺得他是發炎 他跟我說他一直在摸小吉 而小吉當時呢 是在我旁邊的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是 很... amazing 他跟我說 凌晨三點幾 他說十五分鐘前 開始做治療 現在做完了 你看看他明天情況 有沒有好轉 有什麼情況 隨時更新 他吧 那時候是 二十七號晚上 然後呢 是去到二十八號 小吉真的是第一次 終於自己肯在碟上吃東西 而不是用手 也不是用針筒 大家是不是... 有沒有無管動 有沒有打爛症 有沒有起雞皮 就是我不清楚 究竟是因為他的幫助 他的治療 令到小吉真的慢慢地覺得好 還是其實小吉是做完手術 終於開始康復 然後吃藥又有好轉 可能兩樣東西一起加起來 都有這個進展 但是呢 那個時間的吻合程度 實在是令我非常非常之驚訝 所以呢 我真的很感謝他這次的幫忙 他跟我的朋友朋友 是完全推翻了我 幾年前看台灣的動物傳心室的想法 以及一些不信任的 這次小吉這件事 是令到我對動物傳心 是... 又有回一種神奇的感覺 好了 那今天的小故事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先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神不神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朋友的朋友 他的資訊 我就不會放出來的 因為我跟他不是特別熟 我也不知道他平時有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就不要打擾他了 但是如果Facebook那個 大家想知道他的資料的話 我就放回連結在下面 不過我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動物有什麼不舒服的話 其實真的第一時間找了手衣 先不要完全相信這個資訊 當他是一個參考價值 當他是一個新的方向 新的idea 一個新的brainstorm 就足夠了 Anyway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聽這類型的故事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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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